好 那我们说我们土壤力学总共有六章 所以第一个土壤的物理性质 第二 渗透性 还有大地硬力跟特重的硬力增量 第四 土壤压缩性 土壤强度跟编波稳定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对每一部分来看 好 那 土壤的物理性质呢 强调的是它的重量体积关系 所以土壤的组成就是有三项 那有固项、硬项、气项 那它们整个体积重量的关系的定义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这样单位这种孔系比孔系绿 这些定义一定要会 好 那 当然我们基本上会用的就是 画出三项图 然后基本上我们最常用就是VS等于1 然后全部的体积就是1加1 然后利用这些的关系式 我们就可以去写出你们课本那个表 第一页中间那个表 那些公司不是用硬背的 而是用三项图 有这些三项图你就可以写出这些公式 好 那实际上现在考试也很常 考给你基本物理性质 就要你算出单位重等等的 所以这些公式希望 你能够利用三项图吹导 那这个 第一章物理性质考试也是参考的主题 好 那除了这些 基本物理性质的公式之外 那我们还有一些公式定义要背 像相对密度的定义 好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公式 所以请你一定要记下来 这是相对密度的定义 好 那像这个呢 好 那接着我们看第二页了 第二页里面呢 你看第二页这个题目呢 我去年准备这个讲义呢 跟今年讲义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今年只有注记说 去年考了什么 这是去年准备的 那实际上我们看 第二页里面呢 我们就讲年图 好 那我记得上课有讲 年图的分类呢 在宁国七十几年高考就考过了 结果呢 在今年的高考 你看第二页的下面 图就111年高考就考 年图有哪三大类 高灵土 一立土 门托土 好 所以这个就考了 所以我说 基本上这些重点 你还是要会 什么叫高灵土 一立土 门托土 那基本上呢 就是用细的四面体跟铝的八面体 这个四面体跟八面体的组合 好 1比1的就是高灵土 然后呢 2比1的 2比1的话就是一立土 那中间有甲 那2比1的呢 如果说这里面是水的话呢 我看看 这个是甲 黑色这是甲 就把它绑着 那如果水进去它可以膨胀 那就是门托土 那这个就是今年的高考就考 年图的三大类 当然年图最重要性质就是 这些细世面体里的八面体 它们都带有负电 那负电就会吸引那些 振电荷 甚至吸水等等 所以这些性质要知道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讲第一章 认识土壤还有它的基本物理性质 好 那接着呢 认识土壤还要看它的颗粒大小 那颗粒大小我们基本上有两种 就是我们要用机械分析来分析颗粒大小的比例 所以我们会有筛分析跟比重继分析 好 那筛分析只能用 最小只能分到200号筛 那比重继分析就是200号筛以下 好 那这是筛分析的筛 当然你要知道从4号筛到200号筛 等等的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要知道 还有这比重继分析的公式 我看比重继分析的公式 OK 我看我的筛分析比重继分析 OK 好 在筛分析比重继分析 我这边好像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没有 我记得公式有放进去 不晓为什么没有 好 没有关系 好 那接着你们再看课本 接着我们再看它的年图里面的阿泰宝的限度 阿泰宝限度定一定要知道 大家看阿泰宝限度里面比较重要就是下面那张图 就是它的土壤的体积跟含水量的变化 好 那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 大家看第三页的下面 这张图你会画什么叫LL 什么叫做PL 什么叫做SL 异性限度 缩性限度 缩性限度 那异性限度 当然就是阿泰宝 把那个阿泰宝之间放上去 那这个定义你要会记 所以我说 我们今天用这个92页的内容 把三门课都放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公式 像我在第三页图的上面那些公式 异性限度里面就是什么叫流性曲线 就是打击次数跟含水量 分母是打击次数就是含水量 那打击25次的时候 它的那个含水量就是异性限度 那当然这就是流性曲线的公式定义 考试也常考 所以我这边就把它流性曲线 第三页的图的上面 这个 那当然硕性限度定义也要会 要知道 那接着像那个 大家再看下一页第四页 第四页里面这是两年前 大概高考有考 怎么用那个落锥法 来求出异性限度 那落锥法就是 我们有那个0.78牛顿的锤 这个重锤它掉下来 那5秒钟之内看它掉落的深度是低是多少 那我们要在5秒钟内灌注土壤 第一 这时候我们的定义是灌注20公分的时候 5秒钟灌注20公分 所对的含水量 当然这时候我们要做试点 有点跟阿太保思念也很像 试点这个曲线 然后呢 就是 灌注5秒钟灌注20公分的时候 所对的含水量 那这个就比较快 这要比阿太保思念还要快 好那这边是用异性限度 那塑性限度呢 我们用的锤比较大 这是2.35 那这个锤我们会得到这个虚线 这三个点 这四个点 然后再一样灌注 也是这样灌注 也是20公分 然后对下来这个就是塑性限度 好那这个是落锥法 这个过去就考过预性限度 那未来可能考塑性限度 好那当然 那知道塑性限度之后 我们就有PI 叫做塑性指数嘛 所以这些公式都是你基本上要会的 所以我说 今天这个复习这个讲义呢 里面每一个公式 基本上就是你要能够把它写出来 这要能够把它写出来 就是要背下来的意思 好 预性限度 好那塑性限度里面呢 就是当含水量 你可以配合你们各本第三页这个 你看当体积不在变化的时候的那个含水量 有没有看到SL 好就是说 你一直加热 水一直缩小 缩小的时候体积不在变化 那个时候那一刻的含水量 那这是示意足 那是真正实验的 好那所以呢 我们就有这个 好那这个过去在祭司考试有考过两次 好那所以你看我们 我们题库里面有这个题目 那你就是用这个定义 你就可以去把它算出叫做SL 那这个在过去题目有考过 图目其实也有考过 好那接着我们再看活性的定义 好大家看那个第四页的 我看活性在 好塑性图 好 活性 这边不知道写在哪里 落着 好活性 这个要定义就是 活性是PI除以黏土的含量 黏土含量是多少 黏土的大小是2μm 就是μ是10的-6 就是说你把一个土壤 然后找到黏土的含量 就是黏土是小于2μm的颗粒的重量百分比 把它放在分母 然后把PI除以这个 这个就所谓的活性 那活性是用来判断这个土壤 它的那个什么 它容不容易膨胀了 就膨胀潜能 好膨胀潜能 就是有点像膨胀性土壤的意思 好这是活性 好那接着也是很重要一张图 我们在土壤分类一定要用到的硕性图 好怎么定义硕性图 就是Y轴是硕性指数 然后水平轴是异性限度 异性限度 然后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公式 叫A-Line A-Line就下面这条 A-Line是0.73 LL-20 那这个公式也要背下来 因为很多考试它都不会给你硕性图 那这时候你就直接从20画出这条线 就是0.73 LL-20 好那如果在下面的就是分图 在上面的就是粘图 好那当然还有低缩性高缩性 所以这张图是在土壤分类里面很重要的一张图 好所以在 所以我们在土壤分类里面 土壤分类系统 当然过去最常考的就是统一土壤分类法 好那你要做土壤分类 基本上要两大试验资料 一个就是阿太保实验一个是塞分析 好我们跟大家讲 就是那个力竞分析 好那你由这两个资料你就可以做土壤分类了 所以这张图是蛮好的一张图一个整合 好就是你们课本第五页这个 好那总益土壤分类法里面 基本上把土壤 USC呢 把分成粗颗粒细颗粒 好那细颗粒呢就是通过200号才大于50% 粗颗粒是通过200号才小于50% 粗颗粒又分为粒石跟沙 好那粗颗粒里面又含有细料 如果200号才大于12%以上就是细料 那当然沙跟粒石呢就是粗料里面 如果沙的含量在一半以上就叫沙 或者粒石含量在一半以上就叫粒石 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这两个符号呢只是把粒石变成沙 看究竟是粒石还是沙为主 好那所以 它的分类这个 也要会被这个流程图了 好那这叫注意200号才里面 大于5小于12%就要用双重符号 好那我们看如果说细料 粗料里面含有细料的话 究竟是分土还粘土 我们就要用硕性图 好所以硕性图是在A-line的上方还是下方 所以你看我们要用同一种分类法 实际上很重要就是你要有硕性图 才有办法分辨细料 好究竟分土还是粘土 那如果说你要分在细料里面 究竟分土还是粘土里面 还叫用硕性图 所以这个表格我需要一定要备 因为考试它就是要求你一定会 所以我在第5页的下面有一个简单的题目 这个你们就自己去做 因为我们总复习没有办法去 好AI在下面 第6页这边 有时候不小心就把它放到下面去了 好这个AI就是活度 Aggiativit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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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